好同学们我们接着说 那么从我们学生请教老师这个问题 按照我们的说法 消息中线件是什么 为什么引入 尤其什么叫消息 说穿了 就是上一次我们按照我们的消息格式的约定 每一封提问卷 提问卡 这要有问题提问人手机问题正文的这个描述 那么这样的一种约束 一张张纸片 一张提问卡交给班长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消息 那么班长就是介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个中间调停的人 那么好 这是生活上的case 慢慢的进入到我们上述问题 也就是我们产生的这些背景 从生活的case 到实际的技术生产案例 那么来兄弟们 跟着杨格兰 首先 在没有引入 跟这个一样 在没有引入消息中间件之前 那么是不是就是AB系统的互调 那么系统之间是不是怎么调用 直接最简单嘛 我们在idea里面啊 当然我现在idea没开哈 那么当时我们用那个cloud去做的时候 最简单是不是通过Euseca注册器了以后 微服务的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互相调用 消费者直接去查生产者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干嘛 微服架构之后 什么调用 练式调用是我们在写程序时候的一般流产 那么为了完成一个整体的功能 会将其拆分成多个子模块 我们 A调B B调C C又调D 那么大型的分布式系统 我们的雷锋洋老师 徐静博老师两位 各自给大家讲过的这些系统 包括杨哥讲过的系统 都会是什么 不是double就是cloud的这种 RPC调用 REST调用 那么一个功能背后要调上百个接口 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种价格会有哪些问题 好 最简单 订单系统 你下订单了 我是不是要干嘛 锁定库存 减库存 然后干什么 调支付 支付完了以后 我又调什么 是不是又调物流系统 那么好 A调用B B调用C C调用D 一个不通 全部在这耗着 在这等着 那么你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系统性能 整体上是不是会存在 性能下降的风险和威胁 那么除此以外 干嘛 我们来看 三大问题 系统之间的直接调用接口 A系统调用B系统 提供的一个 REST风格的接口也好 或者是 Web Service调用 各种Socket的调用 好 偶合比较严重 什么意思呢 请看 我每新增加一个下游功能 都要对 上游的 相关接口进行改造 言下之间 现在假设 BCD 干嘛 假设这是库存系统 这是支付系统 这是什么 物流系统 BCD系统为什么 动 那是不是都是因为 有客户 调用A系统 A系统是什么 是不是订单系统 订单是不是决定着 库存 决定着支付 决定着付零 那么好 A系统要发数据 给B和C 那么每个数据呢 可能比方说这个是要求一种报文格式 是xml 这个是要有要求JsonTron 这个是要有一个干嘛 纯数字编码的支付串 那么这个时候 A系统要给每个系统的数据进行组装 然后干嘛 逐一发送 当代码上线以后 又来个需求 那么干嘛呢 现在 我们现在BCD 假设D后面 还有个E 还有个F 哇 那么这个时候干嘛 下游每增加一个系统都跟A系统有关系的话 就要让A系统干嘛 知道我下游又增了个系统 人家A系统是什么 我就是一个订单系统 怎么下面有什么变化 都要让我感知的到呢 我就是一个处理的 就比方说干嘛 我就是一个后台的厨师 我只负责做公报基丁 据说前台谁来吃 无关紧要 对我后台人而言 我把公报基丁做好 叮叮叮 敲个铃单 大谈经理 把菜端上去 只要客人吃了点个赞就OK了 我不想知道今天 来了多少客人 几个男的 几个女的 几个小孩 那这不增加这个厨师 他的负担吗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干嘛 每接入一个下游系统 上游的A系统都要进行代码改造 开发连条的效率很低 那么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干嘛 偶合度高 系统和系统之间 干嘛 而且更恐怖的是什么 你们要的不一样啊 酸 甜 苦 辣 四个客人 对吧 那么再来 我说过这么一个问题 A可能要 要的是 格式是xml 这个 是要接三串 这个可能是只要 纯字符串 那么 每个格式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干嘛 A系统就会负担越来越重 第二个 面对大流量并发的时候 容易被冲垮 那么同学们 枫阳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电山项目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一个东东叫秒杀呀 那么 我这提一嘴 整一个秒杀 上游系统下个单 下游的处理秒杀的这个系统 干嘛 我们要有哪些步骤 同学们 回忆一下 好 同学们 那么首先啊 这个题重要哈 那么阳哥呢 因为呢是 基本上呢是拉通的给大家讲 一边讲新知识 一边带大家复习老知识 比如说现在面试官就问你 同学 你写简历上说你做过基于分布式系统 微副架构的电山 那么请问 你们这个秒杀 你是怎么做的 应该有哪些步骤和流程 下单以后 后台 从库存到物流 到支付到积分系统 怎么怎么怎么能招 说说 你大家看 一直关心技术 不关心业务和流程 不爱说 不会说 不愿意说 是不是很吃亏啊 那么好 借着MQ 我们过来 现在 没有 的时候 这么多 就直接冲到系统这 明天早上 干嘛 十点钟 小米山城 小米手机 小米9 干嘛 200块钱一个 我相信是不是就疯了 那么这个时候干嘛 全部的大流量 全部涌入到什么 我们的业务系统 你想一想 是下单快 还是处理系统快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容易被冲垮 这么多人来提问 班长帮我打一下 所以说 干嘛 每个接口的模块 通通能力有限 这个上限能力 如果是低吧 大洪水 冲垮 那么来 我们举个例子 秒杀 上游系统发起什么 下单购买操作 我就是一个下单操作 上游系统倒是简单 前面的客户 手机上 点一下 玩火 提交订单 但是下游系统 你要完成秒杀的业务逻辑 是有这么多步骤的 来 复习 读取订单 库存检查 库存冻结 余额检查 余额冻结 订单生成 余额扣减 库存扣减 生成流水 余额解冻 库存解冻 那么兄弟们 每一步杨哥 雷锋洋老师 我们呢 都给大家聊过 复习过 那么这个时候 你别到时候呢 上归谷 完完整整的 教了你一个西瓜 你去面试的时候 只说得出来一个芝麻 那这个时候干嘛 锋洋和杨哥 干嘛 我们是不是会哭的 听懂了吧 你把两位老师气死了 那么你跟我讲 还有人给你们讲 更新的技术吗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注意为了避免 擅游系统 那么很简单吧 下单一秒钟 这哥们干嘛 能够给我下一万张单子 我下游系统 我由于我步骤 牵扯了这么多 我一秒钟只能处理 两千张单子 那么你懂的 五倍的差距 很有一天 要把我压垮吧 那么所以说 我需要有个人 挡在我前面 萧峰 不要把我冲垮 最后 等待同步 存在性能问题 什么叫同步 讲过了 干嘛 你不回 我发起调用 请求我调用你 你没有给我一个答案 我就不走 我就一直在这转着 那么你懂的 你不能去干别的 我也被你好死在这 那么双方 干嘛 是不是一直在这 僵死着 我讲过了 比方说 阳哥说 不好意思 同学 这道面试题挺难的 可能有些东西 我也需要去查查资料 要不这样吧 晚上 我给你电话 我再告诉你 那这个同学说 那不行 阳哥今天你不告诉我 你就别想回家 我告你 我耗死你 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 我就悲剧了 对不对 那么呢 他这么轴的话 碰上这样的学生 好 那么这个时候干嘛 我们只能是 来 RBC回到系统 他接口基本上 是同步调用 就是A调用B的时候 B什么时候一般 B什么时候给我消息 我一般什么时候回 那么整体服务 遵循木桶原理 同学们都明白吧 是吧 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 取决于这个木桶 最短的那块木板 那么整体系统 系统的耗时 取决于链路 在调用当中 哪个 最慢的那个接口 都很简单 那么同学们 A调用BCD 都是50毫秒 哗哗哗 好说 如果只调用C 50毫秒完成 但是如果调用B 关键是B 又去调用B B到B 又要耗费 2000毫秒 两秒钟 那么就直接拖累了 整个系统的现在服务 那么所以说 怎么办 结合上面 从生活到实际生产案例 我们就会明白 需要引入 我们的一个东东 就叫消息中间件 需要它能够 摆平上述 这主要的 这三种情况 第一个 要做到系统结合 新的模块 接近来 可以做到代码 改动 最小 能够干嘛 结合 也就是新生的下游系统 我不管 比如说 兄弟们 你们 现在 是 下面 杨哥站在讲台上 杨哥就是一个 A系统 我只管 在这讲课 至于说下面 有哪位同学 今天有事 要请假 至于说 今天突然又加进了两个学生 是来试听的 你不用来跟我说 不要增加我的负担 我跟你们没关系 我就在讲台上负责讲课 也就说什么 可以做到 干嘛 不要动杨哥 下面 本来假设 你看今天有50个同学 下面来了一个试听的 加了一个 不用有人来通知我 不用来告诉我 杨哥 这个下面来的那个张三 是今天他来试听你 试听讲课 准备 听听上规谷的讲课风格 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什么 不要来通知我 代码改动量最小 我跟那位试听 或者请假 或者早退的同学 没有关系 我们干嘛 彻底解忧 第二个 流量缓冲持 秒杀 讲过了 别打 别全部请求 打到后端业务系统 那么这个时候干嘛 请去消息中间间那 不要让业务系统被冲垮 能够消风 最后干嘛 我们呢 一步化的提升整体性的通通能力 干嘛 一步 一个请求过来了 兄弟早上提交一个请求 就跟你下个订单 调用会计公司 同程你也应该早上下单 会计员赶过来取件 上门取件 然后下午那个哥们能够收到 早上下单 下午收获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不代表你现在前一秒下单 下一秒他就收获 没有可能 那么这种就是一步 所以说从这儿干嘛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 对于我们的分布式系统 只要是消息发送 尽量都是什么 一步 只要是系统结偶 尽量都可以引入我们的什么 消息中间间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消息中间间的一个入门大致的情况介绍